在许多公民们的心中 冯尚峰就是巴阿哥 不过要是这么想 可就大错特错了 从一见面 我们就发现 冯尚峰完全没有 剧中巴阿哥那股霸道强势 能言善变的劲 真实的他性格言语 都是不闻不火 甚至面对镜头时 会有些不善言谈 就说话当中 我还是蛮平淡的一个人 没有什么大气大悲 我不喜欢发脾气 发脾气对身体也不好 有时候呢又 真的就不太想说话 冯尚 不管以后的路有多坎坷 我都会走在你前面 刀来先看我 剑来先刺我 我一定会护你主权的 电视剧公所欣欲的热播 让冯尚峰着实火了起来 相比素有内地新四小花旦之称的女主角杨幂 冯尚峰绝对可以算的是红的有些突然 采访通告微博粉丝数也都随之成倍的疯涨 每天不同的采访 然后相同的话说了好几遍 很多 其实很多杂志还没有拍 很多访问还没有做 就是每次 从剧组请一天假回来 就赶七八个通告这样 最近就很不太想说话 最近说的话比较多 采访啊之类的 就想安静一下 除了采访通告 多到让冯尚峰有些不适应 公民们的疯狂举动 也会让曾经邻家气十足 又习惯了低调形式的冯尚峰 脱为尴尬 现场的时候 有时候拍戏的时候 游客过来会叫我冯尚峰或者是Bug 有时候去上一个厕所 后面就是一群人跟着 我也蛮尴尬的 有一次吧 有一次我在房间里面正在睡觉 突然就是有人来敲我的门 我就我也不知道谁 我问了一下谁 他们说是我的粉丝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住在这里吗 还想有一点隐私 然后我就说 装个声音说我不是 然后我就听到那女孩在外面哭了 说冯尚峰你们开门吗 那个我们跑了很久才过来 然后我就赶紧把衣服都穿戴整齐 就把门开开 然后那个他们就拿着礼物给我 给我 后来我还看了 看里面有信 说他们是省了 省了半个月的 什么零食 伙食费什么 才赶过来看我 我就觉得 特别 特别不好意思 抱歉 然后还想 再跟他们多聊聊 就打开门一看 他们已经走了 现阶段 冯尚峰正在横店 改排自己的新戏后宫 在剧组 他每天都要 入归数以百计的影仪 这也让新戏的搭档 安以轩有些吃味 那我现在在跟安以轩 在一起拍后宫 有时候会 他会发发牢骚 风上风 走走走 你的粉丝又跑到我那来 那个什么 吵架来了 抱歉 其实也不是的 就是小孩子 好玩嘛 如今虽然顶着 新生待人气偶像的头衔 可算起来 现年33岁的冯尚峰 其实已出道 十年之久了 自2001年 接拍了第一部戏 爱情密码之后 冯尚峰的戏约 虽然一直没断过 先后参演了 近50部影视作品 其中不发现 2002年时男才女貌 2009年时 美人心记这样的名作 但不走运的是 冯尚峰饰演的角色 都不怎么出彩 且其中都是 男二号男三号 于是 这戏红人不红 就成为冯尚峰多年来 一直面对的尴尬境遇 太皇太后有令 对不上酒令 当以军阀处置 我最多的一年拍 100多几戏 基本上都是在横店 在哪里 在剧组里待着 每天睡两个小时 可以觉得 这个比例 加到多少 你大概四六数 不少 不少 虽然我刚毕业的时候 就开始演 男一号了 但是后面也会碰到一些 一些别的角色 什么的 因为毕竟是新人嘛 选择的余地比较少 1997年 冯尚峰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之后 大学四年都是 曾学老师的教导 乖乖待在学校里 学习理论知识 认真劲 也使他成为班里 唯一一个拿过奖学金的学生 我在学校的时候 没派过戏 我基本上不迟到 不早退 我那时候在戏剧学院 还拿过三等奖 奖学金的 就从小到来 没拿过奖学金 就在戏剧学院 拿了一回奖学金 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 但我嘴上 我不争什么 但是我会 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证明一些事情 给别人看 在上戏读书时 冯尚峰与佟大为 是同班同学 相比与冯尚峰的大戏晚成 佟大为早在大一时 就开始接戏了 眼看着同班同学 逐渐在娱乐圈 展露头角 逢上风道也不急不躁 甚至在毕业时 差点选择了留校当老师 拍到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拍戏了 三年级的时候 我是开校比较慢的那种 那时候危机感 没什么危机感 就是我来上学 我就好好上学 没想到要去工作 或者是之类的东西 我毕业的时候 老师一直鼓励我留校当老师 可能我比较乖吧 比较乖 然后又那个 比较守纪律 然后 我当时呢 是还是想演戏 虽然有个乖学生的头衔 但当时年轻气盛的冯尚峰 也做过不少在长辈看来 算是叛逆的事 比如学赛车 我刚进戏剧学院的时候 那一阵大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开赛车 我还去上海队去 去面了一下 后来因为出了交通事故 就觉得太危险了 对家人不好交代 就不玩了 我去摩托车也出过车祸 开汽车也出过车祸 一次 幸好 摩托车被压碎了 从那个车子的前轮和后轮之间给摔进去 然后还爬出来 爬出来一看摩托车被压得粉碎了 我自己当时我还先 先蹲了一下 然后又唱了首歌 我觉得这个身体也没问题 脑子也没问题 那应该还好 电子汽车时受伤了 休息了二十多天吧 断两根肋骨 然后头颅骨也 也也也骨折了 脑出血 我可能睡着了吧 还是太累了 就撞 耳朵这有个棒 当时耳朵都裂开了 两半 缝上 不知道 当时我亲戚他们看见我缝针都说 这比任何世界上的恐怖片都恐怖 还不打麻药 就还拿那个线 他们说拉一拉 缝上之后拉一拉 一拉就写着字 经历了两次不小的车祸事故 缝上峰是再也不敢玩赛车了 不仅自己再不开快车了 就得和朋友一起时 他也是经常劝告大家 千万要真爱生命 现在开车特别稳 特别慢 再急的事情 我都不干时间开车 不过要赛车 有时候朋友啊 他们坐我的车 比如说杨幂啊 坐在旁边都会说 峰哥 你能开得再面点吗 你 他就急着急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说 那要不我下车你来开 他也不知事了 他性格挺 挺直的 挺急的 急性格 这方面我是买性格 我就跟他说 我说蜜姐你知道吗 这世界上有太多事 比开车更重要了 我是亲身经历过 出过事故的人 还是要珍惜生命 嗯